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3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各位好 我是袁爸爸 我是倫敦 袁爸爸國在倫敦 我們跟他談談時事 最近當然困擾著很多人 我想14億人 有13億人受困擾 因為有特工成立的人 我想全國少於一千萬 應該少於一千萬吧 有特工的食物 每個人都在吃普通的食物 即是在超市買到的東西 共產黨員有九千萬共產黨員 你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嘛 你是高級才有的嘛 最多有10% 九百萬 你可以享受特工食物 那些全部都是 例如 食物可能是進口的 香港 或者是外國運 然後他們本身有些 自己有農場的 自己找農民專門幫他們送的 菜呀 魚呀 雞呀 全部都是無添加的 他們有這樣的東西 外面的人吃的 其實他們也不理會 農民你死你死啦 藝民也好 就算城市也一樣 在城市 大家 我看到中國人會開始 注重健康 所以你會看到中國的首富 原來不是賣電腦 不是賣報紙 又不是地產商 是賣礦泉水 龍虎山泉的老闆就是中國首富了 你想想 一個 全世界不會有賣礦泉水的人成為首富的 只有一個地方就是中國 原因就是 他們的水 全部都不能吸引 中國的水質很差 大陸每個人都喝瓶裝水 全部喝礦泉水 地下水全部被污染了 整個中國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了 除了地下水之外 他們的自來水系統也是做得很差的 賣給香港的東江水 實際上也很差的 香港另外要加工 因為如果不加工 含菌量很高 西菌高的 香港本身的水 就加氛 保護牙齒 香港由港英時代已經開始做了 大陸沒有這件事 所以 香港的水 還勉強可以煲完來喝 大陸的水是不能煲的 煲完也還是有問題的 裡面也有毒的礦物質 很多問題 菌也很厲害 所以大陸的問題 根本就是不能够 每個人都說 他一下子 要命令式的 誰知道命令式的 每個人都不聽他 以及每個人 陽奉陰違 好像這次爆出 用一個運煤油車 運去食油 中間是沒有經過清洗的 其實 大家 用個腦想想都知道怎麼會洗 一個司機 你接了一張 山東運去福建 運一車煤油 運完之後 福建有單 運花式油 你知不知道 被人搶走了 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知道 原來 我們現在在美國 英國 有時在 高速公路那裏 有些 特別的統治 運特別的 液體 很多種危險液體 多到不得了 每間公司自己要有那些運輸車 根本沒有租用 租用就混亂了 那些人用不得了 大陸就不是的 大陸就全部都是 運輸 一個行業 根本工廠裏面 自己沒有 所以 英國 如果你的車運到牛奶 突然間運到生油 被人吵得很糟糕 不可能 所以這個問題 而且大陸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只不過我們沒有人 沒有人告 我們又不醒覺 現在就知道 大陸這個只不過是 冰山一角 這種情況 多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全國都是這樣的 肯定 還有這件事 原來就不是現在的了 2005年已經揭發了 還有一個問題 這次他們就把這個矛頭 指向金龍宇 金龍宇 是國學年的 實際上 他專門搞一些外資 他自己那些不搞 因為自己那些有桌底收 你國學年也沒有什麼桌底派的嘛 所以他專門搞你的外資 說你的外資是有份的 大陸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麼無恥 為甚麼這個國家會那麼可恥 做了一些事情 眼紅的嘛 他看到國學年那麼好 那麼有錢 你想想國學年賺多少錢 是唐王的 以前中國 中國不夠唐的嘛 50年代要問他買 所有唐的入口 全部是經過他 因為他不想讓人知道是國家在這裏 那麼國學年賺了一支唐 偷偷地說不給他 你想想這傢伙 發得不清楚 那麼他順便做油 這件事 很正常 那麼現在 我們看到金龍宇 實際上他可能也做得不錯 就比你中槍 那麼其他的 寶鼎 金鼎 大陸的品牌 全部都有份 沒有一個沒有份的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 揭發這件事的新京報記者 叫做韓福韜 這個韓福韜 新京報 新京報 新京報就是 北京市政府 旗下的 旗下的公司 其實有人說這件事 其實就是 轉移視線 特意爆發出來 轉移疫苗 出事 因為大陸其實疫苗也有很多出事 但是我們不敢說 因為我們要說給人封台 我們說疫苗 被人封了四次 第一次封了兩個星期 第二次封了兩個星期 我們那段時間很嚴重 因為疫苗被人封了 很慘啊 所以我也不敢說疫苗 這次 有人這樣傳 因為大陸疫苗爆發得太嚴重 死了很多人 所以 他就特意爆發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因為 這件事 也不少東西來的 疫苗不是每個人都打的 全中國雖然很多人都打了 但不是每個人都打了 但是你吃油 每個人都有的嘛 起碼有十三億九千萬人中的嘛 沒有錢的沒有人說 我們剛才去Costco買東西 你去Costco 你不會有這個擔心 油有沒有問題 你在大陸 你是擔心甚麼都有問題 除了這次爆發這件事 以前又怕有地溝油 他會把坑渠抽出來的油 過了淚之後就拿出來提煉給你 顏色一樣的 看起來也是很金黃的 但是原來就是坑渠提煉出來的 你看到中國人 他賺這些因質錢 他不會覺得有甚麼過嚴去的 每個人都這樣做 因為 每個人都這樣做 別人都不說 那我害甚麼呢 例如你那個運油車司機 我賺一千元 你不是叫我拿八塊水出來洗油缸 油缸也不止八塊水啦 洗了一次油缸 因為我看到紐西蘭的東西擠在那裏 沒有得洗的 他永遠有些東西擠在那裏 沒有得洗的 總之你運開那一隻油 你一定要運開那一隻油 根本就沒得洗的 而大陸呢 除了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 最近有很多 食品安全的法例 是繞忘過症的 他說 切肉和菜 是不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切的 你切完青瓜 切完蘿蔔 然後切肉 你要換一套衣服 然後去另一個空間 把這個地方清潔 哪有可能呢 大家都是 乾淨食品 你是繞忘過症的 說到中國好像要求很高 最基本的東西 你們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扔垃圾的 大家裝成了 大家有回收 一個桶紅色 一個桶啡色 一個是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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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全部都是同一個垃圾桶 所以大陸的問題真的是 他話就話好像很聽命令 實際每個人都偷雞 每個人都犯法的 每個人都陽復一圍 所以這個問題根本是無法控制 我不管你 就算真是聰明的人 搞一個周恩來出來也好 鄧小平也一樣沒有用 他實際就是 免得追究 實際如果要追究 沒得搞的話 整個國家全部灑灑 現在開始 全世界關注中共 變成了中共是一個頭號敵人 變成了他有些東西 掩不住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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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爆出來 變成了 外國人 開始明白中國 中國人開始 自己知道自己的壞 因為最近 多了很多人用免簽去大陸 因為大陸應該收了很多 我看說是 給錢的 楊午母 在宣傳中國的美食 你看中國的食物多好啊 我喜歡吃火鍋啊 很多鬼佬拍這些影片 這些鬼佬拍完影片之後 大陸的五毛又將它剪輯 又可以在大陸傳播 我們多受全世界歡迎啊 高好地吃 你猜那些鬼佬知道你的油從哪裡來的時候 還敢吃東西嗎 還敢來你中國 說出來好笑啊 這次說這個新京保養的記者 韓福韜 就揭發了一件事 但是 共產黨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不是去解決一件事 解決問題 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條韓福韜 據說 失了聯絡 而他的社交媒體 被人們取消了 失了聯絡 找不到人了 我們即時想起 有一個也是記者來的 在2011年 中國有一個記者叫做李祥 飛祥的祥 他就是揭露地溝油 後來 就被人發覺 身中十幾二十刀 就倒臥在一條河邊 公安接辦之後 就說他是自殺的 大家一聽都知道什麼事 十幾二十刀自殺 有沒有人會自己狂自己捅十幾十刀 兩刀最多要自殺的話 最多三刀四刀 三刀自己也死了 沒錯 他是被人狂捅 被人劈到血是模糊的 公安就說自殺 你聽到 很明顯是殺人滅口 即是說 在中國有時候 記者 可能他們也是 盤著生命危險來做的事情 記者 說真話也好 說真話 你已經要付出生命代價了 好像我們說的 魏鳳王 說真話就死了 就招來殺身之禍 所以 作為中國人 你可以看到 記者 報導這些事實 或是揭露社會的陰革面 是天籍來的 結果中國 在外國這些記者就會拿獎 英雄 英雄 在大陸就慘了 命都沒有了 這個韓福韜不知道有沒有命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有在河邊找到屍體 一分鐘頭也被人斬了 真的不知道 好了 這一節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一節我們講一下國際的話題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有關心嗎? 在這幾乎 我們要來做一個月的東西 不需要的東西 有關心 在這幾乎 可以做一個月的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